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 往生西方比来世做人还容易 这句话对吗 对的 这是印光大师说的 为什么呢 来世做人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来世做人要靠你自己的力量 而往生西方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来世做人的条件是一定要持五戒 即杀 盗 淫 妄 酒 五戒都要吃好 行五常即人 义 礼 智 信 这五常都要做好 如果五戒五常都做不好 想要来世做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反观一下 五戒做得怎么样 五常做得怎么样 如果做得不怎么样 那肯定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的 谁有这样的自信 说我五戒五常是做得很好的 连红衣律师都说他五戒 戏的五戒都没有做好 更何况一般的人 所以来世做人很困难的 佛陀已经给我们授记了 这辈子是人 下辈子还能保持人生的 就像手上的土那么少 而失去人生的 就像三千大千世界的土那么多 我们还能心存侥幸吗 千万分之一的比例都没有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容易呢 因为往生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虽然我们是造了下三恶道的业 下辈子保持不了人生 要到三恶道里去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有惭愧心 忏悔心 相信阿弥陀佛能救我 至诚的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就会以他的慈悲愿力 在我们临命中时拿着莲花 亲自来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这就是往生西方 比来世做人还容易的道理所在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要知道 凡是打官司 争财产的人 输赢都会破败 明朝有一个读书人 叫吴子田 他的太太姓孙 吴子田的母亲过世早 父亲娶了继母 继母偏心 对他弟弟比较好 对他不好 他心里慢慢的就有不平 有愿 后来他娶妻了 继母对他太太也不是很好 他就不平 想要去找继母理论 都是太太把他劝下来 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父亲留下的有地 有银两 结果继母把最差的田给他 自己跟弟弟留最好的田 还把不少钱都私吞了 吴子田真的受不了了 要去找继母 又被太太拦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 首先要学吃亏 不只是跟别人要学吃亏 最亲的人也要学吃亏 而且我们要了解 该是我们的 跑都跑不掉 哪是争能争得来的呢 越争福报越折损 请问大家看过哪一个家庭 为了争财产闹上法院 最后家族越来越兴旺的 没有啊 诸子之家格言就讲 轮常乖喘 历见消亡 很快整个家就败掉了 所以这个吴子田的太太 有见识 不简单 妻贤夫获少 妻子贤德帮丈夫 转掉很多的劫难 结果很快的 继母生的儿子染上赌博 把钱全部败光 母子几乎沦为乞丐了 假如你是吴子田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苍天有眼 你们也有今天 对自己的兄弟跟继母 讲这种话 不是很不符合伦常吗 这个时候 她的太太很懂人情事理 赶紧欠先生 去把母亲弟弟接回来 做不做得到 尽其前嫌 不然怎么消得家庭内的嫌隙 对方任何的过失 绝不放在心上 只要放在心上 借题发挥 那可能就不能共住了 借回来一起吃年夜饭 然后还帮助弟弟借赌 最后感动了继母跟弟弟 这个家就和乐了 而太太生了三个儿子 都考上进士 该是他们家的福报 怎么会跑得掉呢 一个家族里面 出一个进士就不得了 他生三个 三个都是进士 你看他的福报 所以人量大福大 怎么可以跟自己的至亲计较呢 三个儿子从小看到 母亲的德行跟忍辱 哪有不称才的道理 所以人要不计较 学吃亏 人欠你不假 到时天会还你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身处逆境 感到诸实不顺 爱情 工作 事业 理想 都成泡影 心生绝望之念 不妨换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 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福祸相依 安知未来 不会发生惊喜的改变呢 有个国王喜欢打猎 以及与宰相微服私访 宰相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天国王到森林打猎 一箭射到了一只花豹 国王下马检视花豹 谁想到花豹使出最后的力气 扑向国王 将国王的小指咬掉一截 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仇 谁知宰相却微笑着说 大王啊 想开一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听了很愤怒 如果寡人把你关进监狱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 宰相微笑说 如果是这样 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大怒 派人将宰相押入监狱 一个月后 国王养好伤 独自出游 他来到一树偏远的山林 忽然从山下冲下一对土著人 把他五花大绑带回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 每逢月圆之日 就会下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土著人准备将国王烧死 正当国王绝望之时 祭祀忽然大惊失色 他发现国王的小指头少了小半截 是个并不完美的祭品 收到这样的祭品 满月女神会发怒 于是土著人将国王放了 国王大喜若狂 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 白酒宴请 国王向宰相敬酒说 你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 今天连命都没了 国王忽然想到什么 问宰相 可是你无缘无故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 这又怎么说呢 宰相慢条丝里喝下一口酒 才说 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 那么陪伴您微服私巡的人一定是我 当土著人发现国王您不适合祭祀 那岂不是就轮到我了 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 说 果然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 这一切也肯定是一种最好的安排 不要懊恼 不要沮丧 更不要只看在一时 把眼光放远 把人生事业加大 更不要自怨自哀 更不要怨天尤人 永远乐观奋斗 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心理催眠师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因为在他们看来 人的潜意识是十分强大的 而且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只要你输入正确的指令和程序 它就会听从和工作 催眠就是影响潜意识 重塑潜意识最快速的方法 而这个故事所起到的 积极正面的暗示作用 事实证明是十分强大的 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 都会发生生命的改变 而且还用之后的人生 继续证明这句话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回想 生活中的每件事 也都可以对自己说出这句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身边有人发出求救信号 比如情绪低落大发脾气 或行为异常 那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 心理疏导远比一些 预防举措更加有效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 生活总会给你答案 一个旅行者在一条大河旁 看到一个婆婆 正在为渡水而发愁 已经精疲力竭的她 用尽浑身的气力 帮婆婆渡过了河 结果过河之后 婆婆什么也没说 就匆匆走了 旅行者很懊悔 她觉得似乎很不值得 耗尽气力去帮助婆婆 因为她连谢谢两个字都没有得到 哪知道几个小时后 就在她累得寸步难行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追上了她 年轻人说 谢谢你帮了我的祖母 祖母嘱咐我带些东西来 说你用得着 说完 年轻人拿出了干粮 并把夸下的马也送给了她 不必着急要生活 给予你所有的答案 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等等 即便你向空谷喊话 也要等一会儿 才会听见那绵长的回音 也就是说 生活总会给你答案 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 其实岁月是一棵纵横交错的巨树 而生命是其中飞进飞出的小鸟 如果哪一天你遭遇了人生的冷风斗雨 你的心已经不堪承受 那么也请你等一等 要知道 这棵巨树正在生活的背风处 为你营造出一种春天的气象 并一点一点靠近你 只要你努力了 回报不一定在付诸后立即出现 只要你肯等一等 生活的美好 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盛装立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再来 这一集 感谢观看